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貓不見了 貓跟AVN變成另外一個飯糰吧 剛才那隻貓不見了 剛才那隻貓不見了 這什麼東西 雞 組銀 這雞嗎 還不要跟我手上的一隻鴿子一起 管是雞 組銀是貓嗎 這隻雞好像在說人話 看你被詛咒了 這是白色羽毛的另一種能力 讓持有者聽懂動物的語言 說起來白色羽毛是從你身上掉下來的嗎 當然不是 組銀 組銀 那是 這是陸名村的方言 主人的意思 你還聽懂這裡方言 話說 雞也會說方言嗎 不要太小看那個雞了 原諷 被刮死了 該會主就被殺死了吧 他說什麼 他在說 主人被掛起來 死了 恐怖 被掛起來是什麼意思 不清楚 你…你問一下是怎麼一回事吧 呃…我看上去…很會說雞語嗎 可是你看上去跟她是同類 我跟妳才是同類啊笨蛋 外形像…外形是同類 可是…內在本質不是 先調查其他地方吧 好…年代久遠的廣告 松山正男已經自議 鑒於近期毒氣襲擊事件的頻發 入民村安全委員會特別提醒 村民及時領取毒氣防範手冊 如畢都可疑的人員請聯繫我們 10月12號 95年10月…我記得… 銀團地鐵事件後其他地方已發生的類似毒氣襲擊事件 黑森廷也其中之一嗎 好…廢校通知 由於入學人數逐年減少 入民小學將明年3月正式廢校 相信各位村民都曾在入民小學度過充實快樂時光 不過出於安全考量 還請村民不要靠近校舍 振興計畫 貫測一村一品的運動方針 大力發展入民村旅遊業 載助入民奇蹟 怎麼有點口號的感覺 後面的文字因為年久無法辨識了 依心能看出落款時間是1982年 OK不要說那個時候是在事件發生之前 看來村子的現狀大概是經濟危機之中 遭遇重創 振興計畫失敗了 西元對經濟問題有關注嗎 我爸爸是社會經濟學銷售 這幾年他的研究課題就是日本經濟泡沫 有貓的牌子 畫著貓的奇怪路牌 路牌看上去很新 和荒廢的村子格格不入 這裡比城鄉中還荒涼呢 路民村在一年前基本上就沒有人了 一年前1994年 都是搬走了嗎 一些人搬到黑森廷 還有一些去了更遠的地方 剩下的大概都已經去世了 你似乎對路民村也了解了 我下本書的主題就是 黑森廷和附近村落的怪壇 當然會提前做很多功課 廢棄手推車 那機箭是很久的 太神奇了 好 渡邊家JA黑森廷 路民村 欸 這吊著是什麼東西 噢 鈴鐺嚇死人 對啊 是剛剛在車站裡的女人 幹什麼幹什麼幹什麼 這位小姐 有聲音 走出來了 快一點啊 這位小姐 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呢 我餓了好幾天了 全身都沒有力氣 你能不能幫我抱一下孩子呢 噢 她的孩子是活在死的可怕 西元 西元 雖然不好解釋 但千萬不要過去 快離開這裡 我們要坐死一下嗎 欸 她來了 我還不能動 幫幫我抱一下我的孩子吧 別猶豫了 快跑 欸 她自己跑走了 欸 我還想抱我一下的說 好像沒有追過來 到底怎麼會回事呢 這是在路民村 流傳很久的傳說 相傳在路民村 走夜路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抱著嬰兒的女人 那個女人 會要求路人 幫忙照看一下嬰兒 一旦你接過嬰兒 女兒就會消失 而嬰兒會越來越重 甩都甩不掉 到最後 越來越重的嬰兒 就會把你砸扁 萬一是真的需要幫助的人呢 這個村子好像沒有人了 怎麼可能會穿著和風的女人 跑來跑去呢 你自己不就是 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啊 笨蛋 撥撥頭 怎麼知道什麼是撥撥頭 那就查一下 總之 雖然你之前遇到的妖怪 幽靈都很友好 但是 世界上還有很多不友好的幽靈 甚至 還有可能危機你的生命的惡靈 所以說 呃 這隻 半蟲快吐了 你 你沒有事吧 看上去臉色不太好呢 大概是 你跑步的時候晃得太厲害了 你 要不你 到包裹裡去吧 那裡寬敞一點 沒事 這裡挺好的 而且 幸運講的身體很溫暖 聞起來像香的變態嗎 有沒有 如果是女生講這樣的話 就沒有關係啊 啊如果是個男生講這樣的話 我今天要走慢一點 你好好休息 好 不移過去了 你的身體聞起來像傷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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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學也太小了吧 這根本就是一個私塾小小的教室而已 總會有一兩個學生被其他學生擺擠 好過分喔 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同學呢 大概是被當成異類的吧 很多人都為這事情都有抵觸的情緒 看了發成我們主角應該也是 唉 那個 戲院這麼溫柔 在學校一定很受歡迎吧 因為能看到妖怪的緣故 小學師 班裡的同學把我當成怪物 這種事情不要講出來啦 通常 唉 都是自己 我也不知道 這樣當然是不好的 可是通常都是自己多話 有特殊的狀況還是不要跟大家講比較好一點 當大家還不能理解你的時候 不過 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現在同學都很友善 那就好了 按 Prague My Grace 我知道髮型啦 我不知道什麼類型的法型 這個是電話 可以念 degree 不過還是等到需要的時間再用吧 一個冰電 後面也是西瓜 還未承受的西瓜 圓滾滾的西瓜 相比周圍的瓜 格外顯眼 這不能看 我以為這是鍊慶 我們終於要進到主軸了 第1章 這好像鹿的頭骨 欸 這頭鹿有多大呢 你們在做什麼 是鹿 小鹿 喂 你古龍神大人遠一點 古龍神 你說這頭骨 這個頭骨的主人嗎 不要直呼古龍神大人的名字 一直在說的不是只有你嗎 這個長得像兔子尾巴的東西是什麼 我是鴿子 你不是鴿子 抱歉 我們不是有意冒犯的 我們只是不小心在這個地方迷路了 既然這樣你們回去吧 嗯 不過我想問一下 黑森廷該怎麼走呢 你們要去那裡做什麼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這和你們有關係吧 既然這樣 不要告訴這頭笨路了 這座橋是偷往黑森廷的唯一道路 你們過不去的 沒事的話 請不要靠近古龍神大人 討厭的路 這個路是怎樣 一點都不友好 你也是看到動物這麼不友好的 雖然我們這隻雞 雖然我們這隻 這個飯糰 也是這個樣子啦 可是 欸 他說樹塊哭死了 陰安安喔 感謝你的分享遊戲 他要哭死了 那我們就 不是他已經哭死了 別靠近 那應該是打電話了吧 還不能用 還不能用 你怎麼能聽懂我說的話呢 這個路真的有點笨 完了 這個很難解釋呢 難道 難道 你不是普通人類嗎 當然了 你不要看戲院講 上面笨笨的 看上去笨笨的 其實又聰明又溫柔 還有不可思議的力量 你也不會覺得 你也不會覺得飯糰會說話很奇怪嗎 我聽到你說 樹要哭死了 這是和 枯龍神大人有關係嗎 這棵樹 以前叫玉茄 之前有用太陽雨和雨水 澆灌才會開花 固然神大人 掌管這片土地的陰晴雨雪 刺激輪迴 回答錯了 也只有 他能獲得這麼珍貴的雨水 但是 自從枯龍神大人沉睡之後 已經很久沒有人給塑膠水了 沉睡 神明的力量來自信仰 如果失去了人的信仰 神明很快就會失去神力而陷入沉睡 幾百年來 枯龍神大人默默守護這片土地 這些村民不感謝枯龍神大人的恩惠 反而去信奉新來的神 心神 是和真理天堂有關嗎 我有個請求 嗯 如果 我能拿到太陽雨 讓這棵樹重新開花 你願意告訴我們 其他前往黑森艇的路嗎 太陽雨是非常珍貴的雨水 你們怎麼可能得得到 沒有台灣其實蠻常見的 你還記得上次下太陽雨的時候嗎 我忘了 對了 狐狸出嫁的時候會下太陽雨 狐狸出嫁 庫隆神大人和這邊土地的狐狸家族 狐狸 狐狸 關心很好 這棵樹也是狐狸家族自剩的 為了表示感謝 狐狸家族的狐狸出嫁時 庫狸神大人 就會逢魔時刻 降下珍貴的太陽雨 如果沒有記錯 幾年前這裡有過一次狐狸出嫁 不過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 等等 知道這個又怎麼樣呢 雖然很難解釋 但只要告訴我大致的時間 我能拿到雨水 我們要拿到穿越時空的雨水了 我…我接不得了 或許可以到村子 校舍附近掃線索吧 那次苦離出嫁的時候 就發生在校舍附近 我明白了 這次棉花路真的很煩 我拿得到我拿得到 只要你更願意告訴我們其他的路 我答應你一定拿得到 哭容神大人沉睡前 最惦記的就是這棵樹了 好了 只要你們能拿到太陽雨 我可以帶你們去黑森艇 這個路真的有點煩啊 我拿得到 我就說我拿得到 西遠 你應該聽過那個傳說吧 看到狐狸出嫁的人 會遭遇不幸 這個傳說我聽過 你下定決心這麼做了嗎 目前 看來我沒有別的選擇了 但是 而且 這種傳說明顯是用來騙小孩 早點回家的 欸 你這麼說 我們這些 辛辛苦苦創作故事的人 會很傷心的 創作故事 哈哈哈 抱歉 抱歉 抱不哪天 看到你的書 我買一本 就當作是支持你的創作了 真的嗎 既然這樣 我就原諒你了 嗯 對了 到時候 需要我的簽名嗎 不知道我們回到現實以後啊 欸 沒有 這是同一個人嗎 OK 沒事 對了 到時候 你需要我的簽名嗎 嗯 有童谷老師的簽名 我超開心的 感覺在敷衍他 怎麼有時候 生小孩子一樣好對付呢 下午射不盡 欸 為什麼燈關掉了 下午射的是 這裡沒錯 那能到 喔 這邊啊 欸 我要看那個 先調查清楚 活離書架發生在哪一年吧 剛才 好像聽到這個稻草人在說話呢 嗯 這是位眼熟的小姑娘呢 我在你眼中看到的困惑 你是不是在找什麼東西呢 或者說 一個答案 我聽說 這裡曾經有過一次狐狸出嫁 請問是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那你就問對人了 我曾在這裡十幾年 這附近的大小事 我都很清楚呢 不過想要知道答案 先回答我幾個問題吧 嗯 第一個問題 外面綠油油 裡面紅通通的是 形容什麼水果呢 當然是西瓜啦 難道是蘋果嗎 紅通通的蘋果 感覺很噁心 葡萄 不信 第二個問題 小時候黑黑的 長大後綠綠的 是什麼水果呢 當然是香蕉啦 小時候黑黑的 長大紅紅的 綠的 好 這種事無所謂 只要給我西瓜 我就得答你的疑惑 對了 必須是成熟的西瓜 這個時候我當然給它不成熟的西瓜 怎麼可以給你成熟的西瓜 欸 不然你撿了 好吧 好吧 這個瓜應該成熟了 不過 照理說 村裡沒有人 這塊地應該無人打理 這個瓜怎麼會長這麼大呢 西院長 那稻草人怎麼看都不靠譜啊 萬一裡面藏著什麼陷阱怎麼辦 那個稻草人是有點怪怪的 不過確實有些在意 也許 真的是有蹊跷 欸 西瓜下的泥土隱約露出了慘白的人骨 該不會是稻草人把一個主人殺掉了吧 呃 稻草人 下一道跳了吧 是不是很驚喜啊 是人的骨頭欸 可惡 看上去 好像被買很多年了 怪不得這西瓜長這麼大 一定吸收了人的養分 真 又不能當肥料 欸 欸欸欸 看來我們被嚇到的樣子 有什麼事嗎 等等等等 這是人的骨頭沒錯吧 這是人骨欸 你怎麼這麼冷靜呢 欸 這可是我精心設計的惡作劇欸 欸 你這丫頭 是不是腦子不清楚啊你 正常能看到這個 早就尿褲子了 讓你失望了 讓你失望了 我天生 就能看到妖靈鬼怪 比這個可怕的東西 我都見過了 好嗎 謝謝 小鈴鐺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